准备 进入原点之际 点燃的火焰 怎么是黑色的 飞飞 小黑 该出发了 我刚才用仙石扫了一荧 已有数百万的修炼者聚集于此 光九季新帝就不下十人 当真是羡慕妖妓的一大盛世 银花姥姥他们就在前面 我们走 走走走 看看有哪些高手 啊 仙石来了 银花姥姥 一段时间不见 你能修炼到这个程度 了不起 了不起啊 恭迎与皇陛下 各位前辈 我还有点事 先行告退 我们走 飞飞 小黑 故人就在眼前 啊 哼 秦宇 你竟然达到九级先帝了 算是吧 秦宇 雪天涯 哼 你来得正好 当年焦黄星一役 你不过在一级先帝 如今区区数百年 你竟然 还不是拜你们所赐 若不是被你们追杀逼迫 我也没正费勇猛清静之心 雪天涯 小辈当面道谢 你我是不是也该表示一下 风雨 这次我来 只想观摩清帝度节 不想再沾染是非 却你也少招惹为妙 莫要营火烧身 这个叫雪天涯的 功力不到价 脑子可是比你赚得快 不像你 硬往鬼门管理床 就凭你们 住手 好 浪浪 老了 不中幼了 此次吃青肚结 不想看人大动干戈 风雨 你这是 你就是银花老了 风雨 这次可是 池青兄度神节 你别生事端 风雨 此番我度节 广妖好友 不想见血腥厮杀 如若再犯 我定当亲自出手惩戒 好 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走 青帝他号称万古长青 停留于八级先帝境界多年 竟已有了如此修为 如此看来 他似乎早就可以渡神节 不知为何等到此刻 而是 青帝前辈 嗯 嗯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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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戒竟有如此威士 神戒共分为三重 一重比一重难 先魔妖界无数顶级高手 都折在这神戒之上 看清帝的样子 倒现在很有把握 第一种神戒降下来了 这么简单 不过举起手就破了第一种神戒 仅凭这一招 清帝是远胜过你我了 你有传承秘宝在手 竟也有这种感觉 这是 神火 神火 蓝石天火是蓝色 寂静天火内为金色 外焰蓝色 而是黑色火焰 就是神火 据说此乃神人体内的真火 威力极强 这神火我倒是知道 不单单神人有 仙魔妖界之内 火中孕育的超级神兽 父皇和火清灵 一旦达到地级 他们体内孕育的真火 便是神火 神火若只攻击一次 如能抵挡 它便会自动消散 如果持续攻击 即使神器也会被融化 再厉害的修炼者 也无法抵抗 原来 到达原点境界后 我修炼出的竟是神火 第二重神节 又是这样轻松被化解了 轻敌没用任何神器 也不穿战衣 就能挡下神火 难道 全是那碧绿色波纹的功效 就看这第三重神节了 黑色雾气 不是雾气 是雷电 师尊 难道失败了 石青 你小看了神节 动手 先杀秦玉 封玉 先知小心 你们安心观摩神节便是 在我的地盘 修要动手 带我先破了这神节 我会审慕 身体动不了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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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uffy 你看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好强 紧平气势 就冻结住蓬蓬皇和羽皇 刚才那碧绿色水墓 和之前抵御神火的碧绿色波纹 应该是同一种能量 但这九个青帝又是从何而来 你可珠子 莫非是神器 持清啊持清 不明则已一名惊人 渡神节竟能如此轻松 持清侥幸 数千万年前 曾与另外三名先帝高手 一同探索弥神殿 于不起眼处曾觅得一件宝物 今日正好派上用场 这弥神殿之物 竟能让功力提升到如此境界 莫非是神器 并非神器 此乃九元水珠 有压制功力之效 让我一直停留在八级先帝境界 慢慢凝食基础 方有今日 可反过来说 如若不是他 我允许早已飞升神界了 嗨 有得必有失啊 怕是所得甚多吧 要不然岂会为了此物耽搁数万年 这一化九九化一可不是一事 秦宇 今后你可要自求多福了 如今仙魔妖界见识了清帝杜劫 自是知晓迷神殿的重要性 怕是很多人会盯上你手中的迷神图卷 什么 迷神图卷在这小子手上 自然 不然当年羽皇为何要花费这般功夫 去追杀他一个出入地级的小小修士 事到如今 我也不好再继续隐瞒 当初 我的确是图谋他身上的迷神图卷 却不料 万寿蒲也在他手中 今日杜劫之事已了 诸位来去自便 如有意暂留 我已备下宴席 还望赏光 诸位都是各方势力的首领 都不希望自己的势力范围中 出现不稳定的因素 这不稳定的来源正是迷神殿 持清兄杜劫 他的实力 诸位也看到了 如若他人也得到和持清兄一样的宝物 那后果 宗颜兄还是直入主题吧 我希望诸位同意封锁弥神殿入口 封锁弥神殿 宗颜兄 弥神殿有两大入口 暗星界的那边 我们只需要封锁弥神殿的那边 暗星界那边无需操心 暗星界对仙魔妖界的敌意 我得哪个不知晓 不被公鸡弥神殿杀死 不被公鸡杀死便是幸运 秦宇他们又怎么可能进得了迷神殿入口 诸位是否同意此事 我先表态 我飞禽弥族同意 我先借同意 既然这样 我走兽弥族也同意 龙族同意 那我们便这么定了 每一万年 弥神殿入口便开启一次 在座各位都有一个进入名额 封锁弥神殿一事 即已解决 去做正事吧 我看整个仙魔妖界的大人物 都顶上咱们了 跟了一路 前方就回到刘兰星了 他们那儿却一直犹豫 不肯动手 不如你我兄弟借此机会 在这仙魔妖界 真正利益自威 日后 反倒能烧许多麻烦 如此天罗帝王 那秦宇必定难逃 只是 汇聚万众之心为我所用 此处又不会有轻地捣乱 如此良机万载难逢 绝不容错过 你说得对 不过也要防那秦宇 还有什么脱身的轨迹 不如让我先派人去试他一看 尽管尹宇 尽管尹宇 advertisements 这彭魔皇耐不住 率先出手了 他这只是在试探 此三人的法力 果然今非惜 如今为了斩杀秦宇 我们竟然要付出此等心思 大哥 故意传讯童儿等人前来相聚 会不会太过冒险 怕什么 难道大哥还会让小彤他们受伤不成 小黑 你放心 照此计划 小彤他们必定无事 再说 不露个破绽 如何帮助他们下定决心呢 可是 万一他们还是不上钩呢 凭他们的心性 见到如此破绽 又怎么控制得住 同儿他们传讯 已出发了 嗯 想死的就过来 一路谨慎 此事突然主动要到 难道有什么接谋 咱们莫要急着出手 先等等再说 我知他们为何要在此阻敌了 前面就是他们的老巢 应是担心殃及家人 无论如何 先让他们斗起来再说 倪神图卷就在眼前 难道大伙就眼睁睁看着他安然离去 这是我们得上 大家随我截住他们 好 走 上啊 别让他们跑了 上啊 他不来 我可要过去了 走 走 快走 快走 大伙 大伙 小童 快走 风雨 好不容易引起混战 还不趁机出手吗 可我总觉得其中有战 那你们就看着吧 我先去斩命了那黑羽的家人 看他们还有什么后招可出 好 大 kir個 小兽 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